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各位今天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就来谈谈,为什么准台湾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为什么老师会觉得他有点像屈原呢?开始之前,请各位按下订阅小铃铛跟赞的按钮,这样老师下次更新的时候,您才能够收到通知哦!好,我们接下来谈谈屈原,跟我们的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大家刻板印象中,屈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除了给我们的国定假日,还有吃粽子跟华龙舟之外,这样的历史人物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值得我们去纪念他?其实屈原不仅仅是教科书上面的爱国诗人,他其实也是储持的创办人,就是创作的储持这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物 他在政治上,也不仅仅是一个失忆政客 这位屈原,他的人生,可以说是经历了非常取责,又富有变化性的一生 而他的处境,确实跟我们的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有几分的相似 屈原,明平治原,他的先祖其实是中国三皇五帝中皇帝的一脉,高阳寺的后裔 他的祖先叫做屈霞 受了楚国的楚武王封于屈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就以屈为姓 严格来说 我们的屈原,他也算是一个一方的贵族了 但是这个贵族啊 其实在屈原这一代的时候,也仅仅只剩下一个头衔了 因为屈原的家里,在那个时候,从他的文章里面 我们就看到,他应该是比较属于清贫的那一脉 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在楚池里面的九章之中的习诵篇 就曾说到,勿忘身之贫贱 就足以见得,至少在屈原他这一辈,已经算是一个贫穷贵公子了 说不上是一个显赫之家了 而他的出生,对于他们的家族中 其实是对屈原寄予厚望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出生八字啊 其实当时是六字啊 在命学上是非常特别的 屈原的生成跟名字 综合来看,就是天开与子 地僻与丑 人生云淫 的天地人三统 在当时的命学理论里面 这个命格,是十分特殊的命格 所以他的父亲啊 以此缘由,为他取了 缘跟平这两个字 民宗里面的平,意思是平法于天 缘的意思是,缘以法地 所以说,以他出生在子年 丑月 引日配合起来 就是什么呢?公正 公平 也就是天的象征 缘 就是又宽又平的地形 就是地的象征 后来的屈原 也的确在他的政治路上 也有一般作为 可能是机缘啦 也可能是巧合 但是屈原这个人物 这么特别的命格 这么离奇的遭遇 也确实的千秋万世的千古流芳 这位屈原呢 从小很会念书 跟我们的韩市长一样 很会念书 学富五居啊 他的文章已经做什么 到了楚国第一诗人的美称 对于官位 他后来又高居了什么? 山驴大夫 这个山驴大夫啊 常常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看到这个官位 这官位是做什么的呢 这官位其实就是在战国时期中 为他们的国君 进行了祭祀大典 这样的官位 祭祀啊 在于春秋战国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那必须是什么呢 你社会上是德高望重之人 你的身份 你的学士 你的人品涵养 要达到那个位置的人 你才能去当这个山驴大夫 那当时的楚王的确也对屈原 十分的看重 要发布什么国内的要事 都会先跟屈原商量看看 这个行不行 或是说 哎 不然屈先生 这个屈大夫 你来看看 不然由你来帮忙一下 可不可以 这样子 楚王会比较放心 然而这个屈原 他不只是办事能力强 他对于当时的整个国际 也就是战国七雄的状况 他也是非常有研究的 在当时战国时期 整个中国 其实就是一个世界的缩影了 对他们来讲 中国的各国之间就是国际 那中国以外的地方 就是边疆民族蛮夷了 是没有文化的不足 就对他们来讲 你都不是国家 只有中国才算是一个国际 国际观 屈原在战国时期啊 充分了解到了 秦国你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秦国他海纳百川 各国的精英啊 都为秦国所用 但同时 他也看出了秦国的野心 为什么呢 当时秦国在各国之间 利用了纵横家张仪 到处点火 发动了外交策略 以下要楚国联合秦国 去对抗齐国 以下让齐国讨厌楚国 然后跟秦国合作 秦国当时不断的利用综合交支术 希望各国都能够外交鼓励 然后让秦国的可以各个击破 在这个状况之下 屈原已经看破了秦国的手段 就苦口婆心的劝诫当时的楚王 不要相信这个宣称要给你土地 给你好处的秦国 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强大 才能够让别人尊重我们 而不是只是靠依附了别人 那我们才能保佑我们自己的地位 然后怎么样呢 楚怀王他就突然想一想 不对啊 然后当时的楚怀王 另立自昏 就亲信的秦王派来的张仪 把去人给罢处了 撤掉了他的官位 然后派人与秦国断交 最后被秦国所欺骗 本来要答应给他六百里的土地 当了报仇 后来只给他六里 朱朱少了一百倍 结果这样子让的 让当时的楚王感觉到很羞辱 哎呀 你不是让我说跟齐国断交之后 你叫给我什么好处吗 结果原来都一场骗局 慎怒之下 率领的士兵去攻打了秦国 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跟齐国断交了 你根本就没有后援 所以他打了秦国 不但打败仗 反而被秦国来个逆转胜 打回来 然后失去大片的国土 这个时候啊 这个楚王就发现 原来屈原他讲的是对的 赶紧赶快把屈原请了回来 希望他能够怎么样 力挽狂澜 结果屈原回来了 也愿意接受楚王给他的使命 他怎么样呢 初始齐国 希望能怎么样修补两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就很奇怪的 他一出国 张仪又来了 怎么样呢 跟楚王说啊不然以前都是误会了 一切都是误会了 然后那个都不是这个意思了 不然我们的秦王啊 还有诚意跟你来往 所以说我们不如结为亲家 当了亲家 大家就是自己人啊 都是自己人啊 所以是说一定没有问题的 这个楚王啊 就没有学到教训 再一次的去相信了 秦王派来的死者 决定要跟秦国来和亲 那居然这时候回国了 就发生什么事情呢 哇 吓死人了 你怎么搞这个样子啊 赶快去劝诫 去直接去顶那个楚王说 你不可以 你被他骗了 怎么之前骗你一次 你相信了 也就算了 第二次你怎么还相信了 不要相信他 我们必须自力自强 跟各国保利好关系 我们才有真正的有实力 去对抗这个强大的秦国 结果呢 楚海王想一想啊 好吧 那不然这样好了 你就别干活了 你就别别做官了 因为你的想法 跟我想法不一样 你不但罢官 这次我再送你一个东西流放 这就是屈原第一次流放 后来好不容易啊 这流放起起满了 回到了楚国 这个楚王啊 还是一样 觉得是说 哎打来打去 好像打不赢 那我也不想跟拉下 脸蓝 跟别人 跟其他国家 去和谈 去沟通 不如这样 我继续跟秦国谈 好不好 那去回到 回到了楚国 还是跑去跟国军讲 你这样不行了 你怎么会去跟他谈什么呢 你谈什么都没有用 你不要过去 倾限敌政 对不对 这是不行的 那时候楚王还是不听 决定还是要倾覆到秦国去谈我们和谈的事情 然后呢 然后就死掉了 就被秦国抓起来死掉了 这个老楚王死掉了 新上任的楚王 发现秦国的力量实在太强 又一直威胁他 你不听我话 我要打你 就想找秦国再次和谈 那屈原就是又去骂新的楚王 哎 你爸笨就算了 你怎么你也这么笨 你怎么会相信信秦国得永生啊 如果他这么厉害 你爸还被他干掉吗 你应该跟每个诸侯王都当好朋友 富国强兵 怎么会跟不跟别人往来 然后就自己认为自己可以躺臂党居 一个人去单谈的秦国呢 这是害死人的 你千万不要去压宝 选择跟谁靠 最好办法还是跟大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再从里面找出我们的生存之道 这新楚王听完了 想一下 然后呢 然后又被流放了 这是他的第二次流放 为什么呢 因为楚王身边的人不断说 屈原 你才是想卖楚的人 你想出卖楚国 如果我们不压宝 不跟谁靠拢 那我们的楚国怎么样才能恢复以前楚霸王的往日威风呢 所以后来我们屈原就在这些权贵残言之下 再度的被我们的新楚王流放了 这一流放啊 国势就开始败退了 新楚王被秦国打的节节败退 国土尽私 后来屈原看到了愚蠢的楚王犯下了错误 以及破败的楚国国都 心中啊 就感到了无限感慨 一整个想死的心都有了 结果散布在蜜罗江边 看到一块大石头在江边 觉得这个长短大小正合适 就爆了石头跳下蜜罗江去追随他的楚怀王去了 历史阴阴在前 我们用公正的眼光来看韩国瑜跟屈原 这两位分在一起比较 我们不能说屈原 他到底是不是能力真的是干功高盖世 同样的老师也不认为韩国瑜他的能力是有多大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 这两位可以是说都是努力的想把事情做好 也同样的对于实证都有坚守自己的立场 我们顾觉不论他们的立场是不是属于正确的一方 因为每一个对于治国正确的概念都有不同的表述 而真正的正确 却只有历史才能证明 在当下 无论是任何人 任何朝代 任何国家 都对于当下的正确 很难辨别跟认定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屈原和韩国瑜在自我理念的部分 都是属于比较贯扯的部分 当然除了韩国瑜 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现任总统 蔡英文身上也看到有这样的特质 屡败屡战 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直到达成目的为止 都是不断的努力奋斗 或许就是这样的人才能够成就事业吧 哦 但是唯一不同的事情是 韩国瑜市长在他政治路上 却是属于跟屈原一样 不断的为自己理念而战 却又不断的因为残垣 因为政治力而遭流放 无论是他的立法委员的职位 或是北农总经理的工作 都是因为政治问题 而被迫失去的 然而在同样面对残垣与挑战 屈原与韩国瑜市长 都会在当下正面的去迎击 不会退缩 也不会避讳你是谁 只要他们认为对的事情 他们两位就会坚持的做下去 在过去 忠心楚国的屈原 他的赤热爱国之心 终究还是敌不过强烈的谣言与昏庸的君主 而时光的流转的千年 这么伟大的中华民国 我们却没有了帝王 为什么 因为在民主制度之下 人民才是国家的君主 而在2018年的选举 高雄的百姓选择同样两次遭流放的韩国瑜 夺下了高雄的赤裳宝座 让他重返政治圈内 而即将可能由国民党初选 所提名的韩国瑜 是否能够在众多名嘴跟黑韩的种种攻击之下 能够从中国国民党脱颖而出 获得提名呢?他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国民党与蔡英文总统争夺执政权呢? 其实在老师年初的命令明年堂里面的节目之类的说过 韩国瑜要出来选 必须等到2019年端午节以后 宣布出来参选 他才有机会 当然不要说各位 其实当时老师也觉得选总统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会可能到了2019年端午以后,都已经年中了 才公布候选人呢? 结果到现在 今天是中华民国6月6号 老师录以时间6月6号的凌晨12点10分 到此时 还是没有公布了初选名单 也还没有有候选人 所以事事难料 有时候时事造英雄 或许也是可以见一般的 而且老师也因为 以韩国瑜的命令格局来看 他的官格位 在2019年是属于非常弱势的 尤其是属于端午节以前 你不要说你能干什么大事了 光高雄市政的运作 相信韩国瑜市长就很难掌握了 跟中央当然也很难以配合 所以老师一直认为 韩国瑜不会出来选总统 在官格位弱势之下 其实他能不能从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的初选中出现 也不是很乐观 但如果国民两党的局势拖到中秋节前后 才确定有韩国瑜出来竞选 并配上他的副手 那么 韩国瑜的胜率就会大幅的提高 如果不是 那韩国瑜跟现任总统蔡英文竞选总统的宝座 其实老师到现在还是认为了胜负还在为顶之天 那老师到底你是不是韩粉呢 今天讲了那么多韩国瑜 那你这里是不是韩粉 这也很肯定告诉大家 老师肯定不是韩粉 因为老师的观念还是抱持了什么 有心做好事的人 不见得你是可以把事情做好的人 老师看韩国瑜就是属于有心的人 但是能不能有能力做好治国 却还是有很大的思考空间 对于现任总统蔡英文 有没有心呢 老师认为这位总统对他的国家 对他的治国理念 他肯定是有心的 但是这几年的完全执政之下 这位总统做的怎么样 那相信是由所有中华民国的国民 你心中自有定论了 过去的属于员 因为国军的昏庸 与短视近历 最终被罢错流放 而现任的现代的属于韩国瑜 到底是会踏入属于后城 在这场选举中 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或是由民意 让他有机会发展他的理念 这次就交由我们所有中华民国的国民 来共同决定了 感谢各位今天收看 本视频的下方 有老师推荐的视频列表 欢迎新朋友浏览 老朋友回顾 若你需要老师的专业命理咨询服务 在推荐视频的最下方 以及这里 都有老师的联系方式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